据韩国媒体报道 未出席第74届联合国大会 而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下午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韩美预计文在寅和特朗普的会晤 将谈及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 以及韩国退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问题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外交部23号表示 韩美两国为签署第11份驻韩美军费用 分摊协定的第一轮谈判 将于24号在首尔启动 为期两天 第十份协定的谈判相当艰难 直到今年3月才签订 有效期持续至12月31号 根据这份协定 韩方2019年分摊费用 为1.04万亿韩元 约合8.7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加8.2% 美国先前放出风声 打算要求韩国日本德国等美军驻载国承担更多费用 韩国媒体报道 美国有意在谈判第11份协定时 要求韩方再度提高军费分摊比例 让韩方明年分摊的费用达到50亿美元 相当于今年的5倍多 在韩联社看来 韩美在第11份协定谈判开始前 就显露出相当大意见分析 谈判进程恐不顺利 此外 韩国中央日报预计 文在寅在与特朗普举行的会晤中 还需要就韩国退出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决定 做出进一步解释 避免此事给韩美同盟造成裂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